现在是三月中旬 打算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做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很多话有说HB101火力素 对兰花促生长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那么我这期就打算给大家尝试一下 我这一颗兰花 大家看一下这一颗兰花 按正常的来说的话 估计在今年是很难长一些新芽出来的 哪怕是长新芽都会长得很瘦小 所以说就拿它来做实验 像这么小一颗兰花的话 我们使用这种HB101火力素 只需要大概三分之一杯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太多的话反而对它生长不利 因为这种HB101火力素 它是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细胞 快速的活跃 让它更加容易分化一些新芽出来 我们只需要靠近这个根部 撒入这种HB101火力素就可以了 通过浇水它就会慢慢的溶解 好了我们给它上好HB101火力素之后 先等待两个月 那么现在两个月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午夜中旬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处理的这一颗兰花 这个效果怎么样了 大家看一下这一颗兰花 是不是之前的这颗兰花 现在已经长出了两颗新芽 这一颗长得比较高 这一颗长得比较矮 但是这两颗芽长得都是非常粗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就证明这种HB101火力素 它是可以促进兰花长新芽的 而且这个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 如果正常这颗兰花这么瘦弱 是不可能长出这么大的两颗粗芽来的 那么当然了 除了正确使用这种HB101火力素之外 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的养护环境 比如说光照 浇水 配合得大 才能保证它更加容易长一些新芽 好了 这就是我这一颗兰花 给它做的一个实践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